哈嘍大家好我是祥林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的這個爬爬爬青蛙 大家看到我現在身上的這個裝扮了沒有 我頭上戴的呢就是我上一次解決掉那個巨尺砂所獲得的獎勵 我當然是要戴著啦 那現在我為什麼要換穿成這一個美國青蛙的這麼一個裝扮呢 因為我們的海裡面還有另外一隻巨大的怪物要設法去處理 所以為了去處理它之前我們先跳下去吧 就這麼決定了撈下去吧 好的我出來了好像並沒有改變什麼東西哦 那基本上來說的話呢這一個馬桶的話應該是還可以衝下一大堆東西的吧 那我頭上這個東西看起來可能並不算是其中一個 我還以為我頭上這個算是其中的可以衝下去的東西耶 好吧不管那些了我們現在的話呢其實有一些特殊的什麼東西有看到了 應該就是把它帶到這邊來直接丟下去 那其實我就在想辦法看看有沒有什麼樣的辦法呢 是可以把什麼那個巨大的鯊魚看看能不能衝進去的 所以這個遊戲裡面呢其實有一個東西啊 有一把武器應該算是超強武器了吧對不對 就是那一個勾爪槍哦 那勾爪槍的話呢什麼東西都能夠勾得起來 所以我決定了先去拿一把勾爪槍背在背上 我相信他可以處理掉很多很多的東西吧 哈哈 反正先帶著就是了 就是他啦沒有錯 帶著然後呢把它給背在背上是的 現在我們的東西非常的齊全了 那我們這一次乾脆就直接出發去尋找 紅色的鋸齒砂吧 那一個傢伙應該是存在的哦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呢 我覺得我直接用這個飛過去就好了不是嗎其實 另外就是我很好奇他這幾個到底 放在這邊要我彈的話呢 就是一路會要我延伸過來到這一個地方哦 可是那應該就是一路要我彈到 這一個雕像這一邊來而已吧 那像是看到這個雕像這一邊呢 不過就是一隻豬在這裡嘛 然後那個豬呢還直接就爆掉 欸這個豬還在這一次 是的我又來了所以再碰他一下是的 他又再一次的直接掛掉了 那我能不能夠拿他的骨骼之類的對不對 如果能拿的話我們把它給衝到那個馬桶裡面去看一下好了 就是這個骨骼沒說可以拿哎呦喂 啊真的是真不愧是 喂喂喂 為什麼你被衝起來都要自動把它給甩掉啊喂 這不太對啊你這個 是的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背上這個槍可以使用的時機了 我們先稍微把它給丟在地上一下 先把它給放下去一下 哎是的差不多這個距離夠近 好像有點太近了 不過算了沒有關係 我們先掏出我們的槍對不對 我們先對著他先發射一下 之後呢我們先看能不能把它 到這邊來連接一下 成功了 而且引擎還會自動發動耶 這會不會太強了一點啊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我們上來的話呢 就可以帶著他跑了 是的所以我們就先在這邊先稍微停車一下 然後我們直接在外面的把這個門給開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給帶進去了 好我們成功了就把它給帶回來到這個馬桶的下面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 應該是有某個按鍵是可以取消這個繩子連接的 我得 哦原來是這個按鍵啊 有一個按鍵確實可以取消他們之間的連接 那我再把它背起來 把它呢就直接帶到這個下面 我也不用經過這個風扇了 我只要把它給放到 哎呦喂啊 我只要把它給放到類似這裡吧對不對 就在這邊給它放下來一下 然後我們再套出我們的這一把槍 然後呢連接 它 跟 它 它 它就會自動的上去了 很好 然後再取消 先把它套出來 我們取消它的連結 然後這個骨頭就會 就會卡在那個邊邊上 我以為它會掉下去 結果居然沒有 沒關係 我們親自過來把它給送下去 而且我們呢很簡單的 只要呢呆在這個地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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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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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美國青蛙真的不太行啊 這個 好沒關係 一切準備就緒了 我們這一次呢再發射一下 一根到它這邊來 另外一根發射到這邊去 它會自動被拉過去 取消它的那個繩索連接 只是出來一個更大的頭顱而已啊 我還以為可以有什麼特別的咧 送上去之後呢 取消連接 它就會再衝一次 它只是變小回來而已 我還以為可以有什麼特別的 啊 還有千辛萬苦的把它帶回來 一點意義也沒有 好啦 我們直接去尋找一下我們的紅色鋸齒沙 是的 所以我們有了這個背包之後 真的是暢行糊主啊 所以我在想我們其實呢 是可以先搭乘這個飛船有沒有 然後呢 我們背上了這把槍 就可以那個鋸齒沙對不對 連接到這個飛船上 然後也許我可以上去開這艘船 把它給帶到任何地方去 甚至呢把它給沖下馬桶 搞不好都有這個可能性在喔 但我們現在呢 應該就是先上來 然後比較重要的大概就是 先去尋找那個紅色的吧 紅色那一隻先把它找出來就對了 那個紅色的鋸齒沙 它一定就是在這以往無際的海洋 其中一個點上 哈哈哈哈 但是就是要找出那個點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啊 這真的是在大海撈針欸 我這個 欸這邊有一個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點這邊有一個點 這邊有一個點 這邊有一個神秘的點在這裡 我看到了黑黑的一小點 果然離這個島的邊緣沒有很遠啊 這到底要算島還是巨大陸地 我都已經有點不太知道了喔 那這個點我們看看 它是不是 應該也是閃著紅色的光吧 對不對 我們先切到第一人車來看一下好了 那邊會不會有可能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呢 目前畫面的正中央 這個點已經越來越大了 希望它就是我們的目的地 有沒有閃出任何的紅光之類的 你有沒有紅光啊 它連個燈光都不閃爍出來 它是怎樣 欸你倒是閃個光啊你 它連個光都不閃爍 所以 它 應該不是我們要找的東西囉 可惡啊 那到底東西在哪裡 欸 是紅色的光嗎 是 哇 真的來了 我要這樣這麼低它才可出現就對了 好沒關係沒關係 看來我的飛船應該是不會被它給破壞掉的 那這邊有一個問題就來了 我這附近剛剛好像我找了一下 好像並沒有看到有任何有那個 巨大的那個爆破桶 欸等一下那個是不是 是不是在那個小島上面 有沒有可能有一個巨大爆破桶對不對 擁有那個巨大爆破桶 才能夠來把它給炸掉 我相信應該也是同樣的狀況喔 欸它不見了 又出現了又出現了 我就想它怎麼會總是都會不見的感覺 會出現就好了 我眼前那一個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欸 這只是一個廁所而已欸 又是一個新的套裝嗎 可是 我一穿這個新的套裝 我不是一被噴出來那一瞬間就要被它給吞了嗎 所以原來在這個小島 哇 成功的 我成功的讓它割 割錢了嗎 你會割錢嗎 希望你會割錢喔 你割錢在這上面是最好的 割錢在這上面 割錢在這上面就對了 然後讓我停下來 然後我可以下來 我趕緊的 掏出我的這一把槍 立刻的先把它給先 勾在我的這個飛船上面 勾一下 成功了 我應該可以帶著它跑了 好沒問題 我這個時候呢先來拿一下這個套裝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套裝 啊 這套裝到底是 我真的要拿嗎 我已經不小心進來了 所以我的美國青蛙現在已經不見了 現在變成狗青蛙了 這是 等一下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我好像有點印象 但是印象又不是那麼的深 這個是什麼 哈哈哈哈 好沒關係 那先不管 重點只有一件就是 我們成功的把它跟我們的飛船連接起來了 然後我們可以用我們的飛船帶著它走了 哇 看這一個 哈哈 我的天 它現在應該是超想要來吃我的 但是這附近我沒有找到很巨大的東西 可以給它吞耶 哎唷唷 我應該還可以 載得動它吧至少 飛起來一下試試看 釣它 這個有沒有像是釣魚 這個就是釣魚耶 釣鋸齒砂 紅色鋸齒砂 我的天啊 可以把它釣著到處跑 嗎 我怎麼感覺我的飛船好像快要沉下去的感覺 好像有一點那個失去平衡的感覺 大家看這個畫面真的超酷的啦 它還一直不斷的張著它的血盆大口 想要逃離我的這個 逃離我的飛船 我告訴你 門都沒有 我的這一把狗爪槍 這個繩索這到底用的是什麼材質對不對 我的速度是不是又變得更慢了 我的速度好像變得更慢了 有耶 有影響 它影響到我的速度了 各位我正在筆直的朝著我們的城鎮飛過去了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我的這個頭呢 會不斷的自動的偏向左側 因為掉跨著它的關係 我連重心都會一直不斷的偏掉 各位又經過了十分鐘了 看樣子我們的城鎮呢 還是相當的遙遠啊 為什麼 為什麼我感覺明明有在前進 可是好像永遠都到不了的感覺啊 喔對了 事實上如果我用勾爪槍 我自己用勾爪槍勾著它 然後我再用氣球上升的話 應該也可以把它給帶著走的才對 搞不好會比這個還快喔 但是控制性呢 絕對沒有這個來的好 我現在回去呢 想要先試試看 能不能把它給塞到馬桶裡面去喔 而且除此之外 我還想要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好不容易可以把它帶回去 而且又可以擁有比較良好的控制性的話 我們可以為那個城鎮帶來一場 紅色巨尺殺災難日 吊掛著它 大家看到嘴巴在下面有沒有 吃片街上的那些 每天醉生夢死的青蛙們 好的 終於又經過了一個十分鐘啦 我終於第一次感覺到我終 我終究還是有機會可以到達這個城市的 哈哈哈哈 你們不知道吧 災難就要降臨了 就算你們建立起了這麼高的圍牆又有什麼用呢 我可是有飛船的 直接把紅色巨尺殺給釣運了進來 哈哈哈哈 是的終於跨越了這一個禁忌的圍牆啊 我們先在這邊停下來往下降一點 不要不要把我吃了呀 不要把我吃了就好了 甚至我的飛船不要撞壞了呀 大家看下面呢已經有這一些 醉生夢死的災難降臨 就是從現在開始 他已經準備好 大家看巨尺殺已經準備好 張開他的血盆大口 要吃掉下面的這一些 每天醉生夢死的青蛙們 欸欸欸欸欸欸欸 喂 欸欸欸欸 叫太低了 哈哈哈哈 這個 這個要帶難災難還真是不容易啊 我還得控制好 不能夠讓自己這個對不對 這個這個算是擱淺了嗎 我的飛船擱淺之類的 這個喔 這個角度可以的 這個這個就是第一隻 吃吃不到嗎 欸 你太弱了吧 吃不到嗎 這個 這個巨尺殺 喂 吃一下他呀 我知道你肚子餓了 把他給吃了 巨尺殺 加油 紅色的巨尺殺 你有這麼弱的嗎 就在你的面前而已啊 喂 他居然吃不到耶 有了 他吸了一個東西 他剛剛吸了一個東西 是可見 我知道他是會吸東西的 可是也許是這個地方對不對 這個 可能是範圍比較狹窄一點 那我們要到寬闊一點的地方去 可能會比較有機會吧 欸 這個視角會變得很奇怪 我們到這個地方 欸 對了 到這裡來 我們如果能夠只要成功的 能夠把人給引過來 哪有可能有那種事情 所以我們還是要再好好的 調整一下自己的這樣的方位 是吧 讓他呢 嘴巴是順著這邊 掃蕩過去 那他自然就會 該吸的東西 耶 成功的吸到一隻了 他成功的吃到了一個青蛙了 哈哈哈哈哈哈 災難醬 大家看 這一個 左下角這邊 欸對 左下方這邊這個傢伙呢 還在醉身夢死了 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情有沒有 我就把他吸進來成功了 又吸了一隻進來了 還有一個朝著這裡 在奔過來當中 大家看到沒有 左下方他正在奔過來當中 然後呢會被 吃進來成功了 而且他還吐出了不少的海骨出來 哈哈哈哈 OMG 這一個 這一個災難日 真的是超級災難日啊 尤其是 這一個廣場 有這麼多 這麼多的青蛙 在這邊跑來跑去的 可以的 可以的 這一個災難日 不枉費我花了 將近30分鐘 把這個紅色巨尺殺給帶過來啊 這真的是一個相當相當壯觀的場景啊 他有跑掉了 他想跑掉 我們直接就追上去就對了 我們直接追上去 甚至還有鳥會在這邊移動 但是鳥還沒有過來 我們直接追著這一隻 我們直接吸進來成功了 我們甚至都追得上的呀 所以讓我們呢 再往後面這邊 直接退過來一下好了 哈哈哈哈 我們讓這一隻 紅色巨尺殺 吃得飽飽的之後呢 他如果吃得非常的飽 我們就把它給衝到馬桶裡面去 是的 我看看能不能把它給衝到馬桶裡面去 如果最後還是不行的話呢 我們就要在這個城鎮裡面呢 把這個帶來災難的傢伙給引爆 其實帶來災難的人是我對不對 我們成功的 剛剛到底吃了多少隻啊 哈哈哈哈 反正他都 不管怎麼樣對不對 只要死了某個市民 反正都算在我的頭上 我乾脆呢 降臨多一點的災難到這個城鎮裡面 是不是 哇 這一條街上的人 就這樣子被我給直接吃光光了 哈哈哈哈 好吧 這可能暫時就還算夠了 我們直接把他帶到馬桶那邊去吧 鯊魚頭 直接對準那個馬桶裡面 衝下去看看好了 是的 直接把他給帶過來 鯊魚頭 直接在這裡 是的 直接就把他這一隻鯊魚呢 看看能不能就直接衝進去就對了 哈哈哈哈 這麼精準的控制 一定要使用這個才有辦法 對不對 所以這個樣子 我們不是上升 是下降一下 對把他塞進去 好像沒什麼用耶 哈哈哈哈 直接把他給塞進來好像真的沒什麼用耶 是不是 等一下 我要先起來一下 然後再往前一點 好像真的應該是衝不了他吧 太大隻了是吧 那我這個時候解開那個鎖定呢 我現在時候解開不了鎖定 其實 是的 所以他進去了 他真的進去了 他被衝出來了 我成功的衝了他一下 可是線還是掛著 而且他其實沒什麼改變 好吧終於解開了這個謎體了 他呢其實不會有什麼改變 把他給衝下去 我成功的把他給衝進馬桶裡面了 可是他一點 一點改變都沒有啊 然後他現在已經被卡住在這裡了怎麼辦 哈哈 他完全被卡在這裡了 呃 我有辦法把他給帶離開嗎 還是 不行了 哈哈哈哈 出問題了 那就只好怎麼講了 他是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況啊 我先下來一下好了 我只能先下來有沒有 然後我看看 我先掉下來 哇 他又快吸我了 沒事了 我躲過了 我成功的躲過了 哦 他最後呢還是出來了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那現在呢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先把槍呢先掏出來一下 然後解除鎖定 先讓他掉下來沒有關係 唉唷 他還會亂飛耶 就是說他被衝進馬桶之後可能出了一點小問題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沒有要跟他靠一起啊 我沒有要跟他 我沒有要跟他靠一起等一下 等一下啊 他在翻滾 他想吃我 哈哈 沒那麼容易 他怎麼在空中一直在那邊轉啊 果然是一場災難啊真的 我才沒那麼容易被你給吃了咧 我才沒那麼容易被你給吃了咧 先讓我飛走 先讓我飛走 我才沒那麼容易咧 所以他現在是會飛了嗎 等一下難道是他會變成會飛的鯊魚了 不 他會飛了耶我感覺 他會飛了怎麼搞的 這已經很不正常了 非常的不正常 好吧我終究還是掛掉了沒有辦法了 是的我相信我應該還是要使用這個 美國青蛙才夠力啊 我再去抓他一下 我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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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要出來了吧 他出來了是的 好厲害 成功了 把他給引誘出來其他的小鯊魚來了 不過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他了沒錯 把他呢先引到岸邊來 然後呢我把他給勾住就行了 只要我能成功的把他給勾住就沒問題了 但是他來不來啊 他應該要來了吧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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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恐怖喔 從海裡面這樣子 喘出來的感覺 就是這個樣子哇 來來來來來就是這個樣子 很好很好很好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我想我應該就是 準備對他發射 哎呦喂 來沒關係到這裡都暫時還算OK 我們先掏出我們的槍對他呢 先發射一下然後我們先 不等一下 我應該可以帶著他跑的吧可是 這個時候又跟變得跟剛剛一樣了 呃我這個速度會變 哇我的手 我的手 應該沒有問題了 而且他的 我離他的嘴巴好像太近了一點 但是沒關係 沒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我相信我還是可以把他帶回去的 不行老實說這個前進的速度 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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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緩慢啊 我認為一定還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可以把他給帶過去的 不要使用這種奇怪的手法 一定還有什麼好方法的 例如 其實呢就直接一直用我的這個勾索對不對 不斷的把他呢往前面勾就行了 像我 哎呦喂 沒有辦法瞄準到那邊 不過呢先下來一下 先先取消先取消連結一下 我先跑遠一點 哎現在我來試試看喔 像現在我瞄準他對不對 然後呢射一發再射一發到這上面去 應該就可以把他給拉上來的才對 沒有錯是可以成功的把他給拉上來的 然後呢我應該只要 看能不能再把他給拉高一點 用這種方式移動他會不會比較快一點呢 用這種方式移動他會不會比較快一點呢 很好終於是把他給拉回到了這個城牆邊了 我的天 真的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終於是把他給拉回來了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看看能不能夠直接把他給丟到那裡面去 或者不用了 我們接下來我想要做的事情其實只有一個而已 是什麼呢 就是把他給炸了 是的 所以我們需要那個超大桶的東西才可以把他給炸了吧 各位就是這一桶了 哎呦喂不是你先丟了 就是這一桶我的天 不好拿呀這個 拿就會那個變成這樣子 OK拿了拿了拿了 哎成功的過來了 然後我先把他先放下去了 可以 把他先變大桶 然後我自己趕緊的先出來一下 是的這麼大一桶東西 我一發射他還是在那邊那個耶 哎呦喂 他還是會漏氣耶 不過呢 現在我們只要把他給扛出去對不對 然後把他給送到那個鯊魚的嘴巴裡面去 應該可以的 哇 大家看這個扛著他還是不容易啊 但是速度還是比扛著鯊魚的時候快得多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這樣掉下來會不會爆炸 應該不會吧 好沒事沒事沒事了 沒事了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很簡單就是呢 這邊發射 他居然就這樣子爆炸了 是的利用兩條線的力量行不行呢 只要有兩條線可以的硬是把他給扯進去了 我硬是把這一個可怕的災難給帶了進來了 接下來的問題其實呢也不是太難 是的把他的嘴巴硬是朝向這一邊OK的 是的 是的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讓他的嘴巴在這裡 哎哎別動別動別動 所以說呢還是要把他給固定住才行 不然他會亂轉 既然他會亂轉我就得把他給固定住 是的 那我就跟著他一起進去沒問題了 進去吧 很好 終於有了一大桶這個東西了 那既然同樣都是在這個位置的話 掏出我們的槍 然後呢很簡單 對他發射一發過去 別過來別爆炸 然後呢 送到他嘴巴裡面去 有了我相信 這下子他應該是丟著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問題了 他絕對是丟著了 然後我們把這個先丟了 我們拿一下這邊的一把槍 不是你 我拿這個什麼槍幹什麼 這是火焰發射器應該也是可以的吧 不過呢我要更加有爆破力的 這個AK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這一發就給他 下去 他可能沒吃進去 試了大家看現在 他的嘴巴就是剛好在這個位置 我看我那邊用推的就好了 把他的這個緩緩的推下去 直接呢就會進到他的嘴巴裡面去了 沒錯 就是這個角度 就是這個角度下去吧 滾下去就對了滾下去 他會吸進去嗎 他歪了一點歪了一點不過沒關係 又喬正了 他自動變回來 成功了他是吸進去了吧 他他是 他是把他吸到更遠的地方去 哈哈 有了他終於吸住了 這下子他可終於是吸住了吧 很好我已經確定了 他這下子絕對是吸住他了 沒有問題了 應該沒有任何的疑問了吧 他現在絕對是吸住了 所以 OMG到底行不行呢 還是不行耶 等一下他難道現在是無敵的嗎 天啊 所以這一個紅色鋸齒衫很可怕耶 但是 也許是我們自己這裡面的東西 沒有辦法成功的把他給炸掉吧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他給帶到就是 原來鋸齒衫的那邊 讓他去吸那一個超大的桶子 那一邊現成的超大桶子 讓他爆炸他還可能會掛掉 好的那今天運送他呢 也真的是花費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結束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掰掰 今天是這個 鯊魚災難日啊